各位下午好 今天是星期二 7月19号 当地新加坡时间是下午2点28分 多半个小时左右伦敦就开盘了 那大家都知道 昨天晚上呢是美股呢是先涨 然后呢在他闭市之前呢 就开始下滑了 主要是因为苹果公司呢 发出来的一个新闻就是 可能要开始裁员 这个就增加了大家对这个市场 的一个不明朗的一个看法 因为现在通膨导致央行呢 大力的把利息调高 可能会导致经济衰退 所以变成开始有大公司 好像苹果公司呢 他开始裁员就更加增加大家的恐慌 所以昨天的走势是下滑 那今天呢可能会有点反弹 可是呢基本上是到明天开始呢 我认为下滑的力度呢会更加的凶 所以主要看看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看看有没有机会 看看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价位 看看可不可以继续的做空 那目前我们所看到这个荧幕的这个 60分钟的一个道琼的指数的一个 限价的一个报道 所以昨天来到31644.68点 然后呢最低的时候呢 毕市之前呢来到39082.97点 所以变成呢一整天是先走高 然后呢你看他第一个小时走高的时候 出现了这个所谓的反转讯号 所以变成这个已经开始告诉我们呢 市场的反弹呢从3142.93呢开始 反弹的力度可能是到此为止了 可能呢今天已经开始 或者是这么讲吧 应该是昨天已经开始封顶了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说呢 我的看法是星期三过后呢 可能这个行情会继续下滑 所以呢如果今天有一点反弹的话 看看有没有机会 来看看有没有做机会做空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看到S&P500呢同时也是一样 这个也是他的60分钟的一个图案 所以呢他先走高到3902.44点呢 那就开始下滑 那走到最后一分 就是走到最后一个小时在毕市之前呢 他来到3818.63 基本上是一整天的低价 然后呢他收盘呢是在3830点 所以变成呢他基本上是已经开始要下滑的一个 一个可能性已经诞生了 所以今天有一点点反弹 看看有机会看看他能反弹 最理想的话反弹大概50%吧 就是从昨天最高价3902点 到昨天的最低价3818 然后呢反弹一个力度的话 如果有的话理想的话 我认为可以考虑做空的空间呢 我看看他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对不起这个不是我要看的 应该是50 50就是这个价位 就是刚好是3860.53点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边界是3860点 如果可以来到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 看看有没有机会做空 我是很乐意做空的 那我们看到最近呢 特别是这两个礼拜里面最弱的 相反的不是跟往日一样 不是已经是科技股了 已经开始出现是 蓝筹股 跟那个所谓的 S&P500比较弱 相比的话比较弱 所以呢 可能这一次呢 要转移目标到 道琼或者是S&P500 相反的话 之前我看 比较弱的一个可能性就是 纳斯达 这个是纳斯达100的一个图案 那昨天已经开始 已经开始封停在 12156.09分了 那在今天 在今天之前 记得我们昨天有做分析的时候 我认为可能星期二 行情开始要转盘了 就是说呢 这一系列的反弹呢 从那个 11488点呢 这个这个点呢 已经开始已经走完了吧 OK 所以呢 接下来可能同样的 还是找机会做空 那如果你不知道哪一个 比较适合做空的话 其实 都可以 尝试 做空纳斯达100 然后呢 再选多一个 S&P500 或者是道琼 这两个里面呢 看看哪一个跌的比较快 OK 可是这一个礼拜里面 所看到的一个现象是 纳斯达的跌幅呢 相比的话 跟道琼没这么凶 所以那变成 目前来讲 以前一个礼拜的一个行情 来来做一个比较的话呢 我认为 道琼跌的幅度 可能会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呢 如果那些已经 不是很清楚 哪一个比较适合做空的话 其实也可以尝试 两个都一起做空 看看哪一个来到你的价位先 所以可以 可以考虑 那我们看到找盘的时候呢 找盘这个是恒生指数 恒生呢 昨天呢 有一个涨幅 比较大的一个涨幅 从2294点涨到2866点 那那今天一开盘呢 就开始走低了 所以变成呢 今天的行情 最少是三半场呢 它是做调整 因为这个涨幅呢 肯定是比较慢 因为星期五收盘 华尔斯街收盘的时候呢 它是涨的 所以变成星期一的 亚洲盘呢 肯定是跟着涨 可是跟着涨了之后 昨天 华尔斯街已经开始要下滑了 所以今天呢 没办法 亚洲的股市呢 就跟着昨天的 华尔斯的一个走势呢 也是 大致上是 大致上是跌的 这变成呢 它是比较一个反应性的一个市场 OK 所以呢 基本上这个行情还是要跌了 因为我们看到 行情 走到最高的时候 是7月28号 没有6月28号 走到22,449点 就一直开始下滑 那下滑的力度好像有一点增加了 到 到那个星期五的时候 我们有看到行情有跌到 比较低的一个价位呢 这个价位变成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价位是219点 大概16点吧 OK 所以变成它行情有跌了 大概有1200点左右 所以变成呢 这个跌幅呢 是比较大了一点的 这变成短期里面 这个反弹呢 我以 以 以技术来看 我认为反弹的空间它是会有 OK 不是没有 如果有一个反弹的话不要多了 OK 我认为如果行情有的反弹到 大概这个价位 OK 就是21,200到21,377的空间里面呢 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看看有没有机会做好 因为它这个三波浪的形状还没 看起来还没走完 所以呢 它上面的空间肯定还是会有 OK 所以呢 主要还是看华尔世界 它是怎么走 OK 因为我刚才讲过了 亚洲盘一般的话是做一个反应嘛 就是华尔世界怎么走 它隔天早上呢 就怎么反应 OK 那我们看到这个上海综合指数呢 同样的 OK 以这个上海跟那个恒生指数相比的话 目前呢 上海综合指数是看起来就比较稳一点点 因为刚才有给大家看那个 那个恒生指数的一个上波浪信号 好像还没走完 所以如果继续的 因为这个是最这个小时的一个涨幅嘛 所以变成如果它可以继续的涨高的话 上面空间呢是3313点到3328点 这个空间呢可能就比较有危险 基本上它是跌的 OK 所以我们都都看到 行情如果要继续跌的话呢 可能这个 这个价位是3300到3328点 这个空间就比较有可能性 会出现一些空单位出现 所以还是主要还是看跌 日经指数呢 那目前是以比较稳的一个行情 因为基本上它这个三波浪行呢 可能会来到是27345点到27754点 这个空间 因为涨幅还是会有 主要的还是要看看有没有一天里面呢 就是在日图里面呢 看看有没有办法突破 然后在B4是 B4在那个价位在27000点以上 如果有的话 可能这个空间就已经诞生了 如果是它只是涨了 可是呢 没办法收盘的时候 在这个27000点的上方的话 可能它继续的会被花是给拉下来 那我们来看看美元指数嘛 美元指数呢 基本上是我们看到上个星期四 上个星期四呢 行情来到109.294呢 就开始封顶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昨天 没有星期五跟昨天呢 是基本上是一个回调的一个动作 基本上美元指数还是长期来看呢 它 涨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点 因为我们都看到 美国央行呢 是大力的推那个 把利息给推高嘛 所以别的央行也没法也要跟上 可是呢 跟别的央行相比的话呢 虽然他们基本上好像 英国央行 日本 就是比较主流的 好像加拿大 加拿大央行 他们也大力的把利息调关 可是他们的货币呢 继续的走低 因为主要还是要看美元嘛 那目前的大部分的资金呢 已经流到美金去了 所以变成美元指数呢 看起来 以目前来看 它这个牛市呢 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 所以呢 主要还是看看有没有机会 继续做多美元 空别的货币 那这个是美元对日币的一个图案 我们看看 同样的 那个美元只是从上个星期四呢 开始封顶的时候呢 这个美元对日币也开始封顶到139.39 然后呢 这几天呢 都继续的下滑 那以现价来看呢 以现在现价的价格呢 是137.83 还是继续的下滑 可是呢 这个下滑是一个技术上的调整 所以我们要主要的是看 他要调整在什么价位 然后呢 看看有没有机会再继续做多 因为呢 长期来看 我认为日币的走 长期的走势呢 还是会变 所以变成了 可能会突破145吧 OK 长期来看 所以呢 我们要长期的做多美元 空别的货币 那欧元 他本身也是同样 这个封顶 这个最高价格呢 是在7月18号 就是昨天 昨天呢 这个反弹的力度比较大 从0.9993呢 他反弹到1.02 然后呢 好像看起来好像已经开始 没有这个 这个所谓的 推 那个所谓的力气 在推高 所以呢 我认为 这个102.01呢 可能是这一期的最高价位 接下来可能又要做头一条了 OK 以目前来看这个 下午的 就是早盘下午的时候呢 的高价是在1.0159 这个价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还目前还没有正确的 这是 这个反弹的一个最高的力度 等下轮动开盘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看 他还有没有办法 再把它推高一点 理想的话 推到101.77 OK 这个价位就比较会理想一点点 然后呢 从这边还是继续的看空 那我们得 要注意的是主要是 后天星期四 欧盟央行可能第一次 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呢 可能是第一次调高利息 所以那大家 市场已经 基本上已经接受 这个可能这个 会调高 0.25%的一个可能性 OK 那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 他可以调高利息多久 到多远 因为呢 他本身是没有这个条件 调高利息的 因为呢 他们的 整个欧盟的国债 现在呢 主要的在撑的 OK 就是欧盟洋行 如果他选择不再购买 债券的话呢 可能这个 他们的资本市场可能都会崩掉 OK 崩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把欧元给拉下来 那我们都看到这一轮最低呢 来到0.9952吧 OK 会比这个还要低吗 有可能 OK 在第一次那个所谓的 欧盟危机的时候 他们的那个债务危机的时候 其实呢 有突破一对一 那这个价位可能还会再来多一次 我本身的看法是可能这个欧元呢 他技术上呢 他基本上呢 是没有这个条件跟美元相比 他因为他太多矛盾了 这个欧元 那个欧元的原本的概念是很简单 经过一战跟二战的话 他们觉得如果有一个共同的货币 把那个债务 他们的欧盟的那个 不是欧洲国家的经济呢 把它绑在一起的话 大家再有第三次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就会大大降低了 可是我们已经看到了 现在他们这个俄罗斯的这个 跟乌克兰这个战争的可能会扩大 OK 扩散了之后呢 可能会把已经开始有矛盾了 就是说呢 北约成员国他们已经开始有一些矛盾了 包括他们对俄罗斯的一些制裁 开始也有一些纷争的 特别是能源 那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呢 有一段时间 10天前他已经开始说 他的那个油管可能要维修了 今天是到期了 10天后了 看看德国还有没有办法 有办法拿到俄罗斯的天然气 如果超过今天他还没有继续的供应 西方国家的话呢 可能呢 整个欧洲呢 会面临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 就是说呢 冬天要来了 OK 那如果是没有那个天然气的话 可能呢 这个冬天就非常非常难过 导致呢 德国的经济呢 可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击吧 OK 所以变成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欧元这个货币呢 肯定短期里面肯定会受损 所以大家要比较注意一点点 那我们看到现在呢 有一点点再涨的一个现象 目前早盘在路顿还没开盘之前呢 我们有看到有一点点的一个想要涨的一个可能性 我还是认为1.0177这个价位如果可以来到的话 可以在这个价位里面开始看看有没有机会做空 把职所放在1.02以上吧 OK 这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看法 然后英镑呢 它本身也是一样 OK 我认为英镑的走势呢 可能没有比欧元还要更糟 可是呢 大致上我们都要知道 因为它的政治关系嘛 因为现在它没有首相 可能在推广 就是在推荐一个首相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要等到9月份 所以目前呢 英国是基本上是没有领袖 这个一个状况 而且呢 它通膨呢 看起来还比美国还要严重 所以呢 短期里面它的这个这个英镑 可能还是会继续的走低 所以目前我们看到从1.1960 跑到1.2034 这个这一波呢 肯定差不多要走完 或者是已经走完 或者是讲 这么讲吧 可能已经封顶了 所以今天开始呢 我们要看看它会走多高 OK 就是它这个反弹呢 有这个有多少力度可以走高 如果可以走高的话 可能下方呢 就是昨天的最低价是1.1863 如果这个今天闭市的时候呢 又再突破这个1.1863的话 就可以证明就是呢 黄金已经开始 那个反弹的那个技术上反弹 已经走完了 接下来就是继续的下滑 OK 那 我们来看看黄金嘛 黄金最近有一个 有一个不是很强的一个反弹 从1697块 走到1723块8毛半 这个是昨天的一个高价 现在已经开始呢 行情又在走低了 那昨天呢 来到最低是1706块2毛钱 所以今天呢 有找盘的时候有一点突破 可是现在有一点反弹 可是重点是它没利器 所以变成黄金短期里面 没有什么 涨的一个可能性 不高 OK 相反的话 我们看到乙银呢 这一块呢 昨天有讲过 如果有的选择 银跟黄金呢 我肯定是选择 是买银先 因为银的力度呢 相比的话会比黄金大一点点 所以呢 昨天你会看到 从18.145 跑到19.019 所以这个涨幅 基本上以百分比来讲 它的这个涨幅呢 会比黄金大一点点 那今天也同样的 有一点回调 那这个回调 我认为 基本上 贵金属呢 它大致上呢 是已经开始要 开始要消 它下面的空间 我们还 目前还没看到一个 有一个 看到一个低谷的一个价位 可能短期里面 它还是可能 会维持一个下降的一个可能性吧 黄金的转捩点 我认为会发生是在 10月份 OK 长期来看 如果我是 对贵金属有兴趣的话呢 我长期要保留仓位的多单呢 可能要从10月份开始 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 比较一个明显的一个转捩点 OK 好 那我们现在看看加密货币吧 OK 加密货币呢 最近呢 有一些涨幅 好像看起来好像很稳很稳 可是呢 我认为可能已经走完了吧 OK 从比特币从18,892块 走到今天下午上午的22,961块 所以变成这个涨幅已经差不多了 我早期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就是 主要还是看星期三就是明天 如果今天的最高价没有再来的话 因为呢 这个一开盘就走高 然后呢 它收盘的时候变成这个 这个棒形呢 其实不是太过明朗 其实我看到这个棒形呢 当它来到22,96块的时候呢 它这样子收盘呢 我认为在60分钟的图案里面 已经开始有负面的一个可能性 已经诞生了 所以呢 不用等到明天吧 可能今天已经开始封顶 明天还是继续的下滑 主要看如果是今天市场呢 收盘的时候已经在2755块以下呢 可能就是我要找到一个答案 可能已经封顶了 所以接下来可能会继续的下滑 比特币跟这些加密货币 可能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是下个月吧 我认为8月份 对这个虚拟货币的空间呢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击 可能会在下个月诞生 这个呢 到怎么讲呢 目前如果是大家认为 这个19000点 就是19000块的那个比特币的价格 是一个低股的话 可能这一次呢 可能会刷下来 把这些剩余的多单 可能把一次过清仓 清仓之后呢 可能这些大机构就开始进来 就是收购吧 OK 所以呢 这个8月份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 把最近的全部的地位呢 全部给刷掉 然后呢 大家如果是撑不了砍仓之后呢 那些大资金就会 可能会进来 所以呢 主要还是看下个月 OK 那以太郎他本身今天早上也是同样的 拿到1631块3毛2 然后呢 一直刷下来 同样的这个走势呢 跟比特币差不多一样 所以变成呢 也可能这个1361块 可能就是这一期的 这一期的最高点呢 那接下来可能会继续的走 同样的 主要还是看明天 明天可能就是可以给我们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 OK 可能我认为跌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点 Ribbon他本身没什么力气车 可是还是有办法突破昨天的高价 在0.3701 今天来到最高0.3709 然后呢 继续的下滑 那以目前来看 以这个图案来看 他看起来 比比他 以比特币跟以太郎 相比的话 他肯定是比较看起来比较弱一点点 所以呢 可能这个就是我要空的一个选择吧 就是Ribbon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而且这边有一个短期的一个支撑线 看起来接下来可能会突破 所以我们来看看 多10分钟 他有没有突破在这个支撑的位置呢 下方如果有的话 继续的 可能就是我们就要做空的一个机会来了 Kadano他本身同样的 昨天最高价来的0.4994 那今天有找盘的时候 突破到0.5012 然后继续的跟比特币 那个以太郎 其实的走势差不多一样 就是呢 这个60分钟的这个帮行呢 其实不明了 其实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现象 可能会继续的下滑 Solano他本身也是一样 那Solano其实呢 他的涨幅会比别的币 还要再更猛一点点 他是44.08 就是昨天的高价 今天呢 一下子呢 找盘的时候一冲到46.09 所以呢 他的相比的话 你看这个棒形相比的话 他是比较猛的 所以短期里面 不选择空这个币 如果有别的比较弱的币 好像Ripple的话 我会选择Ripple 不考虑Solano 因为相比的话 他比较稳定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为止 明天就跟大家继续的分享 好大家的拜拜 拜拜 好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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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我